王的女人,谁敢动? 作者年花惹笑,演播,一刀丝丝,一种侃侃,后期之作,天学。 第1719集 西乡,最大的乡房里,强木安抚了小小江出来时,赵玉生和段柳央正站在大殿中, 里面还坐着凤江和一位老者。 大夫,江先生情况如何? 段柳央有些着急地问道,大夫放开凤江的手,摇摇头,他来到凤江面前,深深鞠了鞠躬。 江先生,很抱歉,小人…… 大夫的话还没有说完,凤九儿地无牙大步走了进来,凤九儿脚步不算很稳,却也着急, 第五无牙的目光一直在他的身上,几乎没有移开过。 什么情况? 凤九儿人没到,声音已经传了过去了。 九儿,你快过来看看,江先生,他中毒了,赵大哥请来大夫,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凤九儿看了陌生面孔的大夫一眼,摆了摆手,让人送大夫回去吧。 好。 赵玉生汗手,视线回到大夫身上。 请。 大夫向进门的两位气势强大的人拱了拱手,低垂脑袋跟着赵玉生走人了。 究竟怎么回事啊? 凤九儿来到凤江身旁落座。 清晨,我很早就过来帮忙带小小江。 本来都好好的,后来小小江哭了,江先生进来看他。 很快,江先生就发现自己情况不对。 凤江扫了桌上的碗一眼,陈生说道。 我吃了口粥。 凤九儿视线微移,看着他和凤江之前的碗。 幸好只吃了一口,我听见了小江哭,便放下碗,走进内方。 是小江救了你。 乔木过去,握上凤江的另一条手臂。 九儿,我们检查过了,粥里有剧毒。 凤九儿放开凤江的掌,站起过去,靠近他,掀开他眼眠。 低乌鸦回头看了一眼,玉京风拱手,转时离开。 幸好只吃了一口。 柳阳,准备笔墨,我开一张药方。 药材咱们都有,快。 嗯,好。 段柳阳汗手转身,朝另一个房间走去。 九儿,当之没事吗? 乔木抬眸,拧紧的眉心,微微放松了一些。 嗯,吃几天药,便能清除掉了。 凤九儿目光来到那碗青粥上,她还没有说什么,玉京风带着一行人走了进来。 王爷,人都带来了。 九儿小姐,发生了什么事啊? 玉京风身旁的女子问道。 凤九儿抬眸,看着玉京风带进来的人。 女人摆了摆手,大家都跟着她跪下。 王爷吉祥,王妃娘娘吉祥。 起来吧。 谢王爷,谢王妃娘娘。 红梅,今天是你们在准备早膳吗? 是的,王妃娘娘。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江先生中毒了。 凤九儿清扫了众人一眼,接过段柳秧递回来的笔。 她并没有着急写药方,而是端起粥,放在鼻尖闻了闻。 她放下粥,解下针包,敷开,捏起了一根根针,插在粥里面。 毒性很大,无需喝完,喝一半,神仙难救。 一支茶杯被摔到了地上,碎了一地。 是谁? 强悟冰冷的声音,让人不禁发颤。 跪在地上的人,还没有在凤九儿话中回过神来,此时更是惊恐万分。 王妃娘娘,夫人,我没有。 周,周是我熬的,也是我给江先生送来的。 红眉咬了咬唇,才敢再次抬谋。 我真的没有,我没有。 王妃娘娘,你要相信我,我怎么会给江先生下毒,我没有。 凤九儿将写好的药方交给段柳央,视线来到红眉身上。 周中有毒是事实,据你所说,周是你为江先生准备。 红眉,你要为你自己摆脱嫌疑。 段柳央取过药方,看了赵玉生一眼,转身走了出去。 红眉一顺不顺看着凤九儿,眼泪都出来了。 王妃娘娘,我没有,真的,我,我一直都守着锅。 中途,我还出去和红桃洗了红薯,我们还一起包了豆子。 你可以问问红桃? 回王妃娘娘,红眉说得是事实。 昨日大家都很忙,而我们几个没有当职。 今日轮职,我们很早就起床了。 事情比较多,红眉确实有帮忙我洗红薯和剥豆子。 王妃娘娘,我可以作证。 另一个男子拱了拱手。 王妃娘娘,我可以作证。 我进去的时候确实看见红眉和红头两个人在包豆子。 凤九儿看向说话男子挑眉,这么说,你也进去了。 是,当时时间还早,开的炉子不多,我还过去看了看那锅粥。 王妃娘娘,我一直都在里面,名叫夜夜的女子抿了抿唇。 我负责生活。 我今天,一早带了几名兄弟去准备柴火,东西是我送进去了。 最后一位男子也发话了。 燕燕看着凤九儿目光落在自己身上,用力挥着手。 王妃娘娘,不是我,真的不是。 你一直在里面,没有离开。 凤九儿淡淡问道,事态严重,已经由不得她选择相信谁,不相信谁。 燕燕收回双手,皱了皱眉,点头。 啊,我一直在里面。 有什么人进去过吗? 凤九儿轻轻摸缩着手指,她看似云淡风轻,却是专心致志。 凤九儿想通过这些人的神色改变,去推断到底谁说了谎。 可惜到现在为止,她都没有看出个所以然。 事实上,她对自己的人都算放心,但事实如此,也不得不防。 燕燕揪着食指,左右看了看,才回应道。 新来的人,有红梅,宝哥,还有小松。 没有了,其他的没有了。 燕燕慌得,眼底滚动的泪,从两边脸颊滑下。 她弯腰,去了鞠躬,再次激动地说道。 小人说的都是实话,请王爷王妃娘娘明察。 小人没有下毒,请王爷王妃娘娘明察。 其余四人都弯着腰低声道。 他们的声音落下,眼中安安静静,谁也不敢再多说一句。 凤江的身份,他们都知道,谋杀当朝皇子,谁有这个胆量呢?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